都大了,我都给你弄小了 把这两个弄小,你这两个弄小了 好的 这个项链真的好累 有点紧,对吧 我这上面这两个银的 不是要去掉吗 对,他后面又说 其实去掉了很光,有点奇怪 看你,他说还好 依莎 我听话了 大家都忘记了你22岁 不敢相信你22岁 因为我这个人会经常给别人留下一个什么印象 就觉得我很冷 很有距离 很难接近 你喜欢那个梦美琴吗 有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你 保护你的一个状态 一个壳 对,它就是一个壳 但是,但有的时候你真的很想把这个壳也给敲碎 但为什么脱不下来呢 工作嘛 你自己给自己一个潜意识 潜意识里边,你就在工作的潜意识里边 就会给你分配这样子的人格在这 我就已经成习惯了 嗯,把面具带上 对 蒙面 对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那你给他安排车了 我给他安排车了 好 你已经拍了一上午了 哦,他助理来接话 稍等一下 嗯 那你给他安排一个 给他 他跟他助理一起来 成熟,稳定,指挥弱定 在一个非常社会化的相对复杂的环境里 经过一定的历练的人才会有这种状态 而且你发现他不是经过精心的准备才这样 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一个社交场景 但是他不假思索的就会动作 他很熟练 全装脸特别白,嘴唇特别红 他其实那张脸是非常标准化的 看不出来喜怒哀乐的 但是又是非常沉稳的 有力量的,有power的那样一张脸 非常美丽的面具 好,可以了 你带着跟我说 哦 谢谢 如果是我采访你的话 就是在采访之前 我们大概需要有一个共识,一个沟通 就是说大概可以开放到什么地步 可以常开到什么地步 我其实是很喜欢聊天式的采访 是的 而不是你答一句我问一句 就是这种的采访 我觉得非常之无聊 那太好了 那我们回头聊的时候 我甚至都不用准备采访提纲了 我们可以做检法 我可以也将几个主题给你 对,我们就是聊天就好 我是敢说的 我是说那种就是也能说也敢说 那只是说 对,以前没有机会 对吧 预期是没法我见到的一个小姑娘 是可能是在流水线里边已经被打造的 打磨的非常非常的光滑 但是因为过于光滑 像蜡像一样有点失真的这样一个人 就是一个面具 但是你没想到你跟她没有聊多久 就聊了个几分钟 这个蜡像笑了 她有生命了 哇,一个被标准化 流程化 工业化 体系化 打造的偶像 她也是有灵魂的 她也是有生命的 她渴望被理解 她渴望交流 她渴望得到尊重 她渴望绽放 这个里面背后应该有一些特别动人的东西吧 出道早吧 好也不好 成名早吗 就是成,就是成名早好也不好 就是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嗯 出道和成名其实都是 嗯 这个我们可以到时候再聊 对,是 开满日吧 那个 其实我觉得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讲 嗯 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采访过 比我年轻20岁的人 你现在回想起 2018年6月份的 那个 我都管它叫奴冠 比如说如果它是一幅画的话 你大概会把它画成什么样子 嗯 首先它的底色一定是白色的 因为我的脑袋是一片空白的 我都不知道我当天说了什么感言 就是当天宣布的时候 我父母就坐坐的下面看 我真的是脑子一片空白 今晚的C位 是这个舞台上最闪耀的人 孟美琪 孟美琪,祝贺你 在那一刻开始我就要面临的是 更多人来关注 就是跟你之前的生活 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就像爬楼梯 从那一天开始 其实就意味着 我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楼梯就会往上爬一层 它一定是往上走 而且它一定要是非常非常稳的 因为你爬得越高 如果你走不稳 摔得就会越惨 创作101的最后一集决赛之前 它不是把22个姑娘 就拉到游轮上面吗 然后你们每一个人 要冲着大海 去把自己的愿望喊出来 你还记得你喊的什么吗 我跟我爸妈说 我拿第一名了 是吗 不光这样 你说老爸老妈 我拿第一名了 我要永远再第一名 我要守住这个位置 然后我就觉得 哇 这个女孩给自己好大压力 谁能永远再第一名呢 好看 那个腿再膝蓋再高一点 对 这样一点 好好好 好 上桌 对啊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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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两个人 但是这个腿 你得平起来 你再衬起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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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和不好的点在于 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 没有人能觉得说 你年龄小就会包容你多一些 所以你就会 必须要学着 比同龄人要更快速地长大 那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 它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这个行业里面你必定要去 经历的事情就是你要学会克制 克制 你要克制你自己的快乐 你要克制你自己的自由 你要克制你的行为举止 还有各种方面 包括体重 小到这种地方你都要克制它 我做功课的时候发现一个细节 它上那个 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 下边嘉宾点评的时候 是张继中点评 他就是把现在当下的这种流量演员 流量偶像给批判了一通 这点到底是还是不是呢 其实它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 对 当然没有这些流量 它火不起来 它没有办法过上 它想象当中的那种精彩的巅峰的生活 但是你又要承担 背后的流量 给你带来的这种 过度的这种 关注这种压力 来给大家听 进行 准备 他其实是讲网络倒立的 然后讲语言这个东西 有可能对人的内心造成的一种伤害 一种误解 你感觉到这个女孩 她身上的那种很倔强又很孤独的东西 我们是被攻击过是吧 对 所以你叫坚强 我叫袁坚强 因为我有段时间就是质疑自己的专业 你会因为这个攻击怀疑你 怀疑我自己的专业 就是我是每次我都会去看他们的评论 他们说你今天把他画老了 或者是你说你给他那个发型做老了 又中分了又直发了 骂你骂的最狠的你觉得最难受的是什么 就是骂妈骂爸的骂家人 就是说话就是你他妈傻逼你 你去死吧 就很多难听的话 你遇到这样的攻击或者是质疑发生的时候 你会跟美琪有什么样的交流吗 把那个微博评论关了 就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 他一刷微博的时候 就是有人骂我 就不光是私信骂我 直接爱他我啊 就骂我啊 然后骂完了之后 然后他他刷子肯定会刷到啊 他说帅你把那个评论关了吧 跟别人不一样 你要不同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 是的 对 一定会付出代价 你感受到他现在付出这些代价了吗 当然了 他承受着22岁不该承受的东西 但是他也承受 他也承受22岁一般人没有的光环 我觉得这个紧绷的状态是肯定会有的 其实每次说过一句话 他说 其实我身边需要的是更多理解我的人 理解我就好 我能不能说 goodbye to you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你发在自己微博上面的一幅画嘛 一个小人身上绑着一个气球 向天空飞去 然后地上还有一个大一点的小人 是站在地平线上嘛 然后你也不知道是日出还是日落 然后整个色调其实是偏暗的 而且你配了一句英文 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在把自己内心最柔软的 最私密的 最真挚的东西 拿来在自己的微博上 社交媒体上去跟自己认为可以看得懂 可以理解自己的人去做交流 然后我看了一下所有的评论和转发 就两种 第一宝宝你好厉害啊 你好牛逼啊 你是达生奇就夸你的 然后第二种是你抄袭你不要脸 大概就这两种说法 没有任何一个人好奇说 美琪你在画什么 你想要表达什么 对 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不光说这个话了 就是一个作品 其实我更希望真正的友人能够去看完一个什么我的 关于我作品的东西之后 他可以有一些想法 分享给我 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没有人在意你画的这个 你写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没有人想要听你讲话 对 他只是说看这个东西是谁 然后这个东西 比如说像那些黑子 他就会想 这个地方我哪里可以黑它 我可以怎么怎么说它 然后我可以发什么影响后来黑它 就是只会去想这些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正反面 只有正反面 它没有过程 觉得你受到的最大的阻力或者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最大的阻力就是大众 大众 因为这个时代没办法 这个时代的所有对与错都其实是好与不好的评判标准 其实都是照给大众 但是大众是谁呢 对啊 这就是你无法去让你觉得痛苦的地方 我骨子里边就不希望我是一个被谁摆布的人 你的人生有失控过吗 没有吧 我还挺想看看你人生失控是什么样子的 可能你这个人从小到大被训练的太好了 就是你是被训练着长大的 你不是被拥抱着长大的 我一直都是紧着的 紧着的 然后你好像生活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能让别人失望 对 你要扮演好孟美琪这个角色 那可是你内在的那个小孩呢 你内在那小女孩呢 你有觉得你很对不起他吗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在做一个别人眼中的 那个不能失望的 或者是不能怎么怎么样的样子 那我还要继续这么做下去吗 我觉得好累啊 注意到有一个细节 就是你可能上个月去做的一个采访 一个摄影师跟你的一个对话 他最后问了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写上自己30岁的时候会怎么样 对吧 你还记得你的回答吗 还能保持 保持什么 你记得吗 保持心里的意思 你说的是 希望我到30岁的时候 还能够像现在这样 保持这点仅有的纯真 这个用词其实挺耐人寻味的 纯真就纯真吧 什么叫仅有的纯真 这就是已经有一些沧桑的 或者是已经被世界改变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对 其实你是知道的 对吗 对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张导 您选这情我看不太清 您别晃 我这信号不太好 要不然您给我拍几张照片怎么样 各个角度都拍一下 喂 喂 你又没信号了 小赵 咱们拍摄场立定了吗 别提了 导演在现场 我这网不行 没发视频 您看 哟 卡成这样了 是 咱这大楼太偏了 没事 我这是中国移动5G 咱们用它试试吧 喂 张导 给我们看看拍摄场地吧 好嘞 您看还卡顿吗 嗯 没问题 特别清楚 这是咱们拍摄的第一现场 这回好了 来 张导 咱们往左转一下 再往右转一下 左边漂亮 就这么定了 中国移动5G就是好 中国移动5G 视频通话不卡顿 重要信息不延时 也可以 我是加入过来的 对 我就那个别怪我哦 我就是为了电一下啊 因为那英文里有那个电 对 哦 可以可以 现在就是跟你词弄巴巴上 我真的没怎么出过来的歌 我真的没怎么出过来的歌 嗯嗯嗯嗯 就像这个歌其实我发出来的话 在一些 大的晚会上的话 我没法唱 因为就是你知道这个像我的话 会去隔壁式那种唱的话 因为它有势力 对吧 就是我的那个筷子就是隔壁式的 因为对于是刚老师说 尽量就是那种 一想的时候就不要 好像我因为跳完了一顿 猛出汗 然后唱也唱不了 跳也跳不好了 就是没必要 他你唱跳歌手的身份 真正走红到现在 其实才两年半 可是他现在就决定 可能唱跳的这个东西 慢慢淡化这种风格 是不是有点早 他说他跳舞十年嘛 就是唱歌 他才学了两三年 那如果你现在就开始决定说 想说要不要把自己 最擅长的东西给淡化掉 我觉得可能他现在就是在找一个 能够迫撬而出的一个方法 对 还痛的样子 不是 还痛的样子 你他俩之间没有一个关系 你要让他唱出关系 嗯 还痛的样子 哎 再来一次 还痛的样子 嗯 有关系了 还在回忆雨后面临 时光流失的痕迹 唱的不要很在意节拍 你现在唱的再想拍子呢 再舒服点 还在回忆雨后面临 时光流失的痕迹 当以前常幻想的时候 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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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音中啊 厚 对 这个颜色对 时候 笑出来 爱疼的样子 有种虚强的生命 是梦想变成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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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首歌是写给谁的呀 你写的时候心里有想着某一个人吗 你看的时候你觉得我不喜欢 我觉得肯定是长辈 出亲人 写给我的外公 没见过 你没见过 我只靠想象写的 我的亲外公我是没有见过的 没有回你 虽然我其实是有两个外公的 但我的第二个外公他其实也很爱人 但只是说他对我也很好 但他现在也去世了 所以我其实是用我的第二个外公的想象 去写的我第一个外公 你理想当中最渴望得到的理想状态的爱 你觉得他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 身边的很多事情吧 包括身边有一些帮我的 就是一直就是没有不求任何回报 然后一直在去帮我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好 还是说粉丝也好 就是他们的这种爱不是说我刻意的要去 去图你一点什么 来去对你做的 而是他们只希望你会更好 就是我希望的是这个爱它是单纯的 就我就会很好 起来的 当他想要表达爱的这种感受的时候 他写的不是他身边的人 写的也不是他以前的身边的人 甚至都是一个没有存在过的人 你不觉得这个其实还挺让人训练的 他理解的爱就是 对我好 然后不图我什么 这说明他已经感受到了那种 被图的那种不安 以及有那种 不想被图的那种警惕 你听到这里 其实你有点不忍心 再往下问下去 你知道吗 一方面是 你觉得你再问下去 他可能马上警惕起来了 你是不是跟别人一样 也要图过什么 或者是蹭个热度 当然我可以问 然后回不回答 或者是怎么回答 是对方的事情 但有时候你会想 人和人之间的最后一句话 你要不要讲 最后一个问题 你到底要不要问 这对我们来讲只是一个采访 对围观的人来讲 可能就是个乐子 或者是一个满足好奇心的 一个马上就会过去的 一个瞬间 可是对 就对于受访者 对于这个22岁的 女孩来讲 这是她的人生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采访去 有可能会寡蹭到 这个人的人生吗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其实执着这个事情是年轻人做的 就包括像我去倔、我去降 这也是我这个年纪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当我踏入到这个行业的那一刻开始 我的人生注定它不能是平凡的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想的 就我即便我不知道我以后会做什么 但是我希望我的一生是非常精彩的 这个精彩是我来定的 就是是我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去让它变得很精彩 在你一看来 你觉得什么叫精彩 我觉得至少把我想象过的 所有的我感兴趣的事情都做一遍吧 做哪些 就艺人首先是我现在要做的东西嘛 我做完了艺人之后 我可以去当一个画家 我可以做一个品牌的服装设计 就是我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我都想要做一遍 就是可能甚至把它当成我的职业做也OK的 不见得都是艺人是吗 对 不见得都是艺人 我想要做更精彩的人生 就是想要尝试更多的事情 艺人还不够精彩 对 舞台还不够精彩 对 你觉得你自己的 就这种自我意志的萌芽 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没有人是一下子就想做自己的 就因为首先 我以前不知道我在这个行业里面 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艺人 要得到什么东西 或者是想要做成什么样的时候 我只能是 就像一个被摆布的样子一样 对 但有一天你被摆布的多了 就是当一个人偶 他恢复了自己的意识的那一刻 他其实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有灵魂的 对 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发现 或者是找到一些属于你的镜像人物吗 我向往的一种生活吧 但不一定能成啊 我觉得是紫衣姐 他其实非常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因为他其实把他的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都规划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我反正还挺向往的 如果我以后 就是可以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人 在古往今来 所有的现实存在的 或者是虚拟的人当中 如果让你选择一个 能够跟他有所交流 你能向他提问的话 你会想要跟谁交流 我没有想想要跟全球最最强偶像交流一下 我觉得艺人这个职业是很孤独的 对 他还得有多孤独 他内心的一些很灰暗的那一面 或者是很孤独的很沮丧的那一面 带有带是什么样子 真的就肯定是会好奇的 嗯 什么东西 没人一会儿再说话 一三句的时候 慢慢往后退 对 然后我后边会人从那边走过来 然后差不多是在你以前以后 给到你那个通道 从通道的那个地方到过去 好的 好 没事没事 比如说我们那个 叹叹叹叹叹叹 只如你好 你不要往前一点 对 对 只如你指到 然后你就做这个 ワン 啊 Two 三 叮你吻 好容易混濁这个 induct 那谁 对对对对 我看到了三个她的样子 小女孩的 女强人的 然后很柔媚的女人的样子 所以可见她是不稳定的 她既有无限的可能 但同时又是不稳定 这就是青春啊 可以了 缓一下我们再来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化个妆来的 不差这一次了 反正你们都戴着口罩 平时不太喜欢化妆 那天她练完舞走过来说 哎呀 我早知道我化个妆了 然后她过来说 你们谁有眉笔啊 就她介意自己的眉毛 然后小女孩素颜 她当然还是希望在镜头前面 是漂亮的 是好看的 我觉得有一首歌其实还挺像她的 挺像她当下的状态的 一首儿歌 英文儿歌叫 Goodbye Snowman 就是她在慢慢融化 你知道好多童话和儿童的音乐 歌曲里边的东西 看起来很Christmas 很纯真 其实背后有很伤感的东西 有很欣赏的东西 可以 都不在意 OK 嗯 行 那 Danser我给我放吧 好 好吗 可以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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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今天我们要去吧 今天我们要去吧 好了 我们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